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們投資路上的夥伴班傑明 今天要講大盤之前先看我上週 8月3號到8月7號的對賬單 這一段已實現的損益大概有這一些 那關於大盤的美股還有一張 納斯達克還沒有賣 這一張沒有意外的話在下禮拜一會出拖 我剛剛看納斯達克差不多跌了快1% 所以會再少一點 整體來說上週這樣子大概賺年 快13000左右 那這個就是我說的 每天看大盤5分鐘 我喜歡在大盤最後10分鐘的時候做交易 所以在早上 9點到1點之間我是不會進出做買賣的 那每天花5分鐘去解讀這個大盤的走向 然後去投入一些資金 他就會有一些 報酬的產生 待會的影片再跟大家講一下 過去和未來的大盤走向會怎麼走 上週的影片我有提到說 不管是台灣的加權指數還是美股 的道琼或是納斯達克 8月的第1週甚至到8月10號以前 大盤都會走一個強勢的多頭 所以上禮拜一大盤稍微跌了一些 然後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有漲回來 可是禮拜五又往下跌了一些 那你們如果有看我上禮拜的影片就知道說 我在上上週五收盤的時候其實只有一張的 富邦加權政二 但是因為 我知道下週是一個強勢的多頭 可是我又不能保證說 每一天 他都一定是漲 隔天是跌或是漲 所以我分別在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各進一張 富邦加權政二 然後到禮拜五這段時間呢 大盤 他又開始跌了 然後禮拜五的日期是8月7號 也就是說 下禮拜一就碰到了8月10號 是我預估的 8月的這一波最高點 所以在8月7號的時候大盤走跌的時候 我就決定說 將我佈局的大盤的富邦加權政二 給 全部出脫 因為 我並不知道下禮拜一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有把錢放在我們的口袋裡面 是最安全 最保險的 7月底8月初這一波大盤漲的 漲勢並不如我所預期 為什麼呢 原因出在一個點 那就是台積電 他太早的時間就被拉起來 台積電他在7月底 7月28號的時候 被拉一波 然後就開始進行盤整 我們看大盤扣除台積電 大盤扣除台積電在 8月初的時候他很努力的往上衝 但是因為 台積電他在8月初的時候並沒有跟大盤一起往上衝 的情況之下 導致我們這一次的加權指數他往上拉 並沒有拉得像前面7月初或是6月初 的這麼高 你們看他的KD值 他的KD值往上 這一天8月5號交叉以後 他根本沒有衝到80以上 這個紅色的點點都沒有出來 所以他在沒有衝到80以上的情況下 他又往下 泄氣了 整個沒有力道 所以這一波沒有往上拉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台積電 他沒有參加這一次8月初的行情 我們來看美股的納斯達克 那跟我上週講的一樣 8月的第一週甚至到8月10號 全球的股市是走一個強勢的多頭 所以他8月3號漲 4號漲 5號漲 6號漲 幸好我在7月31號之前就進了2張 在納斯達克碰到這個紅色的 紅色的20均價線的時候我就進了2張的納斯達克 那他繼續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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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的半夜夜盤8月6號他漲了1% 所以禮拜五早上8月7號的 台灣的納斯達克正二 他漲了快2% 漲到93.9 然後KD值來到了86 那這時候 我有講過說 這波漲漲漲漲漲漲到8月10號 納斯達克之前漲漲漲90以上的例子 6月漲到95 7月漲到93 在8月7號禮拜五這個時間點 我先決定出脫一張 納斯達克正二 因為我有兩張的關係所以會比較好操作 我先決定將一些的納斯達克的 銀魚 放入口袋裡面 我並不能確定下禮拜一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有可能會走跌 所以現在禮拜五晚上半夜 每股納斯達克的走勢是跌了1% 那它KD值 從91掉到88 所以下禮拜一的納斯達克可能還會往下掉個1到2%之間 那因為下禮拜一就是8月10號了 然後看起來每股的納斯達克也往下跌 正要開始 所以我第2張的富邦納斯達克正2會在下禮拜一的時候 做出突的動作 2張的納斯達克正2和6張的富邦加權正2加起來13000多塊就是我 7月底8月初所佈局 然後每個月可以穩定賺的零用錢 那下禮拜一8月10號過後 台股的加權正1指數我覺得會有兩個 比較重要的觀賽重點 第一個 8月10號到8月底 它就會開始進行 盤整的動作 那我之前的影片都有提到說 盤整會成 V字形或是W字形或是W字形或是W加V字形盤整 所以 當它走 最常見的W盤整的時候 W盤整會先 測自己的下壓力線 然後第2次再測一次 然後沒有跌破的話就代表說 8月到9月 出的這個局它還是會走一個多頭 所以當它走第2個V 碰到下壓力線或是這條 紅色的20均加線的時候 就是各位可以進場 佈局 買大盤 多頭的股票的時候 那第2個觀賽重點就是我們的 護國神山2330台積電 台積電從728盤整以後看起來它的下壓力就是撐在這個 416塊 那上壓力區間就是在這邊 435塊 之間 所以等台積電跌到這個416塊的時候 如果各位你有比較閒的資金 可以稍微進場佈局 那記得不要一次放太多一定要把你的資金分成 3到5等份去 分批的投入 那買不起一張台積電的朋友沒有關係 你可以買零股 但是我沒有很常講要買零股 的原因是因為 你買零股 非常的 好心力 比如說你要買100點或是200點的零股 你也要有人剛好賣 那個數字的零股 而且價錢要給你的很合 所以零股要撮合的時候要花費稍微比較多的心力 但是因為看起來台積電未來還是會走一個強勢的多頭 台積電這一次跟4月初的走勢很像 強勢拉起來拉到一個7% 然後繼續盤整盤到5月底 然後再暴漲 所以現在的台積電 狂拉起來以後 他可能會繼續盤整盤到我們的8月底 然後9月初的時候 再漲一波 那等到台積電碰到這個下壓力線的時候 就是我們可以稍微進場佈局的時間點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我分享我 投資方式的朋友 我需要你們的支持 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然後分享給你周遭有在投資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持續創作影片分享我投資經驗的動力 謝謝各位